今天会有我阿童Selina以及大亨 为大家带来官方中文解说 希望大家喜欢 那这里Niche她拿到了A圈在Hijack Way 加注到三万五千的几分牌 那我们看见哈利波特还在这桌上 然后呢Soyza刚才采访说 他这个主赛已经买入了是第三手 希望他这第三手的运气更好 这里Soyza拿K6同花的牌在大猫防守了 可以看到这手牌 安排对他还说还算不错 APP的面 他拥有同花买牌 在他之后 我们的Dominic是直接下注了三万 那么他进行了一个过牌跟注 转牌带来的一张四 这边Soyza再次选择过牌 Dominic的牌在转牌有了很强的 他牌价值所以会选择在后卫过牌 控持的同时保护自己的手牌 Showdown value 不至于被对手做一个 面对他的下注做一个Chick Race 这样子他会陷入到一个比较难的境地 那么这张合牌的圈出来之后 他的牌力显得更强 好的Dansmith又拿到了一手 狗屎杂色 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的牌 这里显示出来是八七同花的牌 八七同花 做了个跟注 Dominic并没有防守他的K5杂色 大芒威的不利位置 他的牌结构并不太好 这里翻牌四三二的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Smyth过牌给Soyza 两位玩家都在 Flob选择过牌 标准过牌 Cone被认准备的人 Henry C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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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玩家战刺过牌 这盒牌出了个7 在这里 Soyza他现在击中了 是7733 8的踢脚的牌 两对 面对对手在前之位两次过牌 Soyza的牌里在这里 可以知道 他的顶对是已经足够的强 这里试图去做一个下注 去拿下底池 因为毕竟对手 选择一个满坡下注 然后被扣住 那这里到了红州 我们看见 Ebignard跟Bonnomo 两位玩家 在这翻牌后 这里Bonnomo他是中了 第一对 一对二 那在小毛过牌的情况下 Bonnomo下注了4万的积分牌 他这里选择在前之位 用A-Hai的牌跟住 那这里 转牌的一张黑桃圈是更加加强了Bonnomo的牌力 目前他的牌力是抵对麦桐花 两个玩家都选择过牌 那这盒牌 那这盒牌发出来 我们看见Bonnomo 还是抵对二 暂时是可以拿下底池的 但是这边Ebignard我们看见 他多次 check call了那个翻牌 然后呢 两位玩家check check turn的情况下 他合牌都一般都会下注 对 而且一般都是一个 三分之一底池 到三分之二底池的下注 那这里应该是一个check check 他这里没有选择下注 他觉得有可能他的A-Hai 已经牌力够强了 可以拿下底池 因为在这样子一条线上 他的A-高牌的确是很少 是引一些组合的 那我们到蓝桌 这边看见Paul Foy 在cut off位 选择了全下32万2000的几分牌 那这里庄家卫的Niche 拿到了一对八 面对二十个大盲的Oin Niche在这边 他会考虑有可能要跟住 那现在我们all in的玩家是Paul Foy 他在这里如果不击中的话 会被淘汰比赛 这一个经典的五五开的翻牌 这一个经典的五五开的翻牌 转牌并没有带来几重 这边现在Paul Foy他希望看见的是A-K-10的Alts 因为出了一张十 也可以带来他的 是 哦 哎呀 Pay up the wrong one next one 啊 不幸看见Paul Foy 被淘汰出去 这边到了红座的A-K-10 我们看见经过Davis 在Hijackway加注三万五千积分牌 这边Small Blind 向盲的Dickson 用了一对三 推了个Oin 他在二十四个盲主的情况下 选择推Oin 那这边Davis 接住 接了他的一对三 用一对五 目前他依然是只有两张三的A-K-10的 那作为这一对五的玩家看见对方手上是一对三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这个情况下很容易对方是两张高牌 那这个合牌 Davis只要躲过一张三 就顺利一下底持 那这边我们看见Dickson是被淘汰出局 赛场还剩14位玩家 我们看到Dickson的服饰 非常的花哨 做了一个mini race 很小的夹注 皮特斯在这里拿到了K圈杂色 选择跟住 鎮城市医生 择一堆 扩着 皮特斯在这里拿到了K圳杂色 对方的市场 酌 以后一边 大盲位的Genton用一手7-5杂色选择保护他的盲注 目前他已经击中了顶队 领先于后置为两位选手的高张米斯 他在前之位选择国牌 三人玩家都选做够牌 那这里他是击中了顶三条 继续选择过牌 隐藏牌力 这里也没有人在想 这样子一个float没有人下注 踏上也大盲位没有动枪的情况下 他的A圈high很有可能是领先的 皮特斯放弃了他的K圈 以我们对Genton这位牌手的了解 他这里很有概率 会选择继续慢打他的三条7 因为在对手的范围里面 并没有太多的强牌 他这里做了一个raise 一个三倍多的raise A圈在这样子面上还是赢很多的组合 依然有非常不错的听牌价值和摊牌价值 但是面对这样子一个谨守的raise 他的A圈可能会觉得自己笑了 我们看到在UTG位拿到一对八的Jetton 这里选择下注三万五千开持 我们在这里hijack位拿到一首K十 这首K是同色 面对UTG的加注 是可以考虑做一个跟注 他这里思考很久 是不是要选择做一个raise呢 他做了一个十万的加注 现在Action回到Chunkowei的Jetton 两家的后手都有接近一百万 他选择跟注 那这里发出来4-4-4的面 这边A圈马上中了超越对手的牌 在这里他是两队 加K的踢脚 就有一个顶对后门花的概念 还有 也是 这是 他 你 恶 非常的定心,已经击中了葫芦 同时我们看见这张红星疤给Ebin带来买花的out 那在这种就是他有两队加可以买花的情况下 他是这个转牌不会弃的 并且在面对对手的前卫过牌之后 他很有可能会再次选择开枪 他选择打了17万1000 17万 那这里Jetton选择耐胆跟住 给对方追上牌力 那这边Ebin啊出来一个K 那又更加一次增加他的牌力 从14两队变成了K10两队 那么可以看到在前面的一些行动中 Jetton两次过牌跟住表现出来的牌力 很像是勾勾和圈圈 这样子的超队 由于他自己手上有一张K 排面有一张K 那么对手KK的组合只剩下一组 所以他这里并不是很惧怕对手的KK的组合 那他这里依然会觉得自己还是领先 对手在前支位的示弱的动作 使得我们的AML可能会错误的判断 自己的牌力大小 在底驰只剩下 底驰已经膨胀到74万的情况下 那现在Jetton非常想听到对方说一句all in 他的前支位已经选择过牌 非常好的非常巧妙的一个陷阱 我们现在就看我们的AML会不会上当 AML现在还在 all in 确实说了一句all in 然后Jetton马上call 然后这里AML可以看见非常不好的消息 也就是这边Jetton他是有Hulu的牌 那这里我们看见AML只剩下53,000的几分牌 也大概只有差不多三个大毛的量了 阿M 这サ Performance 后来看一下 会带到 散于 ики I don't think he's for one by his expression, he's more intrigued by the hand Blow up in one, two Oh no, it's Igor, it's not Matthias Okay, coming up Countdown There he is Oh no, he's got a use of the 1.99 How did he get a 10.99 Oh no, he's got a 10.99 You never got a 10.95 Oh no, he got a 10.99 Oh no, he got a 10.99 Oh no, he got a 10.01 那这里哈利波特他会做什么行动呢 那这里马上打了个All-In 那现在Action回到Richard Young 那这AK我们知道是翻牌前很强的牌 没有办法吃掉然后呢做了个Call 我们两位玩家进入翻牌后了 这边Richard Young非常想看见方片的面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大亨 我现在过来跟阿童换班 那我跟Selina会接着为大家来转播 就一来又看到一个对决 是个Chop的牌 我找到一个 二要先打贱了 你确定吗 不能打贱了 你打贱了 打贱了 打贱了 这 的 谢谢大家 那这边我们Hackston跟Smith在转排 两位玩家都没有击中 这次的Mainman总共吸引了48手买入 我知道昨天我在Facebook看到那个Michael Soiza说他买了三手 对 但是呢Soiza现在好像暂时还在这个比赛中 对 然后呢最多现在还在赛场买入的玩家 他就是David Peters买入四手 哇 我记得Peters在上次在季州的传奇也有赢了一个冠军 好像是Six Max吗 对 他好像是有赢过冠军 我记得最后是跟那个Steven Chewik做一个Hands Up 对 Peters他一般都是打得非常稳的一位玩家 我觉得Peters他我觉得他比他除了稳以外 我觉得他打得跟一般其他Pro比较 我觉得又特别的凶 嗯 他就是很敢输赢 就是比如说他的2-2 上次我一看他一个2-2在小盲 就什么3B All-In就25个大盲这样子 他就觉得只要是正EV的牌他完全都不会放过 对 我们也看见这些职业牌手们有任何EV的牌 他们都很少放过 连K High在面上他们很少都弃牌 那我们的Huston在Ben Smith都从头到尾没有下注的状况之下 在River中了一个8倍 对于你今天想起来 Dennis Smith应该也觉得自己的Ace是有机会在这个结构上有一些领先的 这个Value Bay下得蛮不错的 那很多时候在这边经过两条街的过牌 这边他们就会考虑对方到底是核牌有没有中 我看见两次在这边有下注的玩家确实都是中了核牌才打的 那这里Smith他是看他的A10两张高牌在这里可不可以抓对方投机 观众也可以想想想看为什么Huston这个River的下注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边做一个价值下注 因为对手其实在从头到尾都没有攻击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的range大概也被cap在一个范围里面 那其实很多人在这边中个8可能也不太敢打 会想说我下注他也可能不一定会哽 喜欢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在扑克圈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还是 还是没有这么喜欢扑克 可是因为扑克可以带给他们很好的生活品质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一直在打扑克 可是就我觉得就没有这么的开心 他们就觉得好累啊 可是就感觉就像一般人礼拜一要去上班了干嘛的 你买的是自由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这里看见Jetton在Hijackway加注到4万 拿着手指的一对圈 但是呢这里大忙为Bonnomo拿到了一对A 那这里我们Jetton看见他前面都是挺幸运的 幸运女神在他那边 但是呢这手牌我们可以看见 很难让这两位玩家步了大了 那现在总共有效筹码大概是30个大忙 31个大忙左右 那这一个我觉得是蛮容易就打完的牌 那再加上Jetton也是算是比较后面的位置 在Hijack 那这把就是所谓的冤家牌 那这边我们看见Bonnomo再加注到13万的几分牌 那Jetton在这边考虑Bonnomo手上他的牌力够不够call他的all in 或者他如果跟的话 对这里呢我们看见Jetton选择all in Bonnomo马上做了个call 那这边我们要Bonnomo是不想看到一张圈的 如果是看到一张圈的话 这边他会被淘汰 这里Bonnomo他希望可以翻到127万4千的几分牌 那我们看到这个flop 基本上Bonnomo已经没有红心 所以基本上已经算是捉音队了 他只能runrun the flush 求一个champ 好我们的Bonnomo打Bopp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蛮cooler的牌啊 那所谓cooler的意思就是冤家牌 就是双方都没办法闪掉的牌 打得非常非常的算松吗 我看过他忙住抵抗是那种 我觉得就是最松的其中之一 他基本上他不盖他的大忙 那这边Hijackway Kenny拿了98童话的牌 加注到4万5千 然后呢Vogosan在cutoff外拿了一对9 选择全押all in 21万8千的几分牌 那这里回到Bonnomo 这边他是小盲位 拿到A勾也是非常不错组合的牌 那Vogosan这边all in一对9 那Bonnomo这个Hijack 大概也是百分之前十的牌力 我觉得他会跟住 可是他会跟住 因为毕竟后面还有一些人 他不可能 这边直接all in的话 就是会冒一个风险 除非你赌Kenny没牌嘛 那我觉得这边跟住 那Kenny 如果all in的话 Bonnomo会盖牌 那是 如果Kenny有好牌 他当然会all in嘛 所以我相信Bonnomo应该是会 哇 直接all in了 好 这边看见Bonnomo 直接打了一个all in 他不想做个call 然后被Kenny推个all in 还有棋牌 我要这边all in的话 Kenny大概只有前百分之三 才能跟得下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翻牌后 这是圈五五的面 暂时Virgo San 是没有危险 然后这边我们Bonnomo 他是需要看见 任何A 或者任何勾 这里转牌是个3 现在Virgo San 他是有86 对86%的盈利 可以拿下跌持 顺利做了个double 十个大马 现在翻倍到52万一千的几分牌 这边枪口加一的位 我们看见Huxton 哈利波特 加住到4万五千的几分牌 刚刚我们看到Huxton下架 刚刚一时间起来很快没有看到 是有一队二就直接盖掉了 其实在前面位置的时候 有人加住 那你的一队二其实 当然在很多时候 大家不会那么容易就把自己的队子盖掉 那其实在前面位置的话 一队二遭遇加住直接盖牌是OK的 那这里小盲位的Soyza拿到了AK 然后呢在他积分牌不多的情况下 小鱼现在是大概15个大盲的情况下 他选择到了一个all in 36万的积分牌 那现在这里Niche大盲位拿到A圈的牌 那看着这个情况 不知道Niche他会不会选择起牌呢 我觉得这个牌对Soyza应该会是个好消息 因为这个Ace Queen Ace Queen如果再跟住的话 7-7可能会选择放弃 可是Ace Queen如果盖掉的话 7-7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跟的 所以可能Niche可以保护到我们的Michael Soyza 那Niche作为一个比较激进的玩家 他选择call 那这里现在action会到Hackston Hackston他会选择做什么样的决定呢 确实弃了牌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Soyza 很开心地看见对方是A圈的牌 那这里他应该可以做一个筹码翻倍 那我这边还是比较有私心一点 我想要帮Michael Soyza加油 那这里Soyza不想看见的就是发出一张圈 那这里Ace不想看见的就是发出一张圈 那这里A93的面 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 领先的玩家先站起来准备要走了 因为他们说一般坐着他们就会被白毙 然后站起来要离开的时候 哦就被吵车 这个转牌带来一个圈 这不幸地看见现在Soyza 还甚至有任何K的outs 把这个转牌 哦 my god 可以坐下来的 Soyza他真的运气超好 真的 他在就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 在合牌给他发出来 只剩下最后的三张 6%左右而已吧 6%起 哇那我们现在Action回到红桌 在这边我们看见Peters跟Davis打了一个all in 在这边我们发出来翻牌是5-4-2的面 然后呢这里我们Peters他想看见的是A圈3 我们最近就是很流行站起来 然后都会说 站起来多10% 我有一次发出来拍 然后对方就已经站起来要离开了 转拍就马下掉了一个Alt 就蹦 就马下中了 我们的Riverr中了一个Queen 我们的DavidPeters打Bob 那下次我要跟他比谁站的快 先欧英先站起来 我们的Niche这边 刚赢了一把偷鸡的下注 现在拿了一把很大的牌 又是一个cooler 哇而且这个是140万的筹码70个大忙 在这种6人桌7人桌上对到真的是 闪不掉 闪不掉 唯一一个比较好一点点的消息是因为 Niche的位置是稍微比较靠前的 那他心里也会知道对手3B的范围也会比较强 不过这个QQ是真的太大了 太大一点了 太大一点了 这也不知道怎么闪 但是我们的 Adams这边的3B size其实也是蛮大的 E Niche他平常的风格打这么松的风格 他绝对不太会把这个牌盖掉 我觉得Adams这边有可能会选择一个跟注 有些人会这么做 那我是自己偶尔会这么做偶尔不会 我也是挑花色 我有的花色会选择人跟4B 有的花色会5B偶赢 做一个平衡 对做一个平衡的策略 让以后你去扣4B的时候 人家也是会比较担心你手里有大盘 那这边Niche打了36万的几分牌 也几乎是差不多Adams三分之一的几分牌 Adams在这边考虑 是推还是跟注 那这里选择了跟注 因为后手都太深了 70个大盲 那他也觉得这边5B偶赢对手 其实不一定跟得下来 他希望对手能在翻牌后继续打 而且他是有位置 那这里看见翻牌出来一个K42的面 这个K有可能会让Niche 节奏有慢下来 这算就到他了 这边我猜他还是会做持续性的下注 那被跟他就放弃了 我觉得他应该会下一个 可能20万四分之一 或是25万三分之一的下注 他不会打得太大 被跟他就知道自己落后 因为毕竟这是个4B的底次 那他这里在77万5千 几分牌里下注17万5千 百分之二十 是一个比较小的注 因为我们其实整理了一下 这个4B的手牌范围 你想一下 观众们想想看 就是假设他这边有一些牌 他应该会有一些能抵抗4B的大牌 那不外乎有JJ 可能有QQ AK 也许会有10、10、99这种比较弱的牌 可是在这种结构上 都没办法跟的 如果能跟的话 在你遭遇对手的4B的时候 你这时候都只能放弃 那只有你中了K或是你有更大的牌 你才有办法持续游戏 那这里Adams选择了跟住 这个转牌Niche 会有什么动作呢 我觉得Niche这把打得蛮好 对他控制得非常好 假设他是KK的话Niche 假设他是KK的话 他这边也会Check 那这里看来Niche他准备下第二强 那在这里他下了21万的击分牌 也是非常的小 对他在这边是打对方手上比他小的对子 刚刚下注20% 这把下注15% 越打越小 那合牌下个5% 这招不错诶 可以学一下 因为他这样子更能确定对手手上有没有牌 而且他又没有花到太多的筹码 你看从他prefile到现在只花了4 只花了20个 几个大猫 后手要100万 花了 有效筹码是70BB 对 那有时候你刚学德州扑克的时候 有人会跟你说 你进了一个底次 一般你都试下50% 这样 67% 对 我们呢看见这些职业的玩家 他们会利用各种不同的下注的量 来打每一手牌 然后呢他们的目的 因为就是这些下注的量也可以改变 被这两发心寒了 那这里 我们出来一张勾的盒牌 那张勾更棒 那Niche全输了 那这边Niche 会不会再想要下第三枪呢 因为下第三枪的话 对方几乎没有比他小的牌额 这把真的打得好棒 他的这个turn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方法 因为其实如果被跟了一发 其实我就 我就 我就放弃了 他这个真的 这招真的很厉害 而且我觉得 Adams 也打得非常的好 因为 他也知道这边all in 他不会获取更多的价值 所以他就在后面慢慢的看你要怎样 这一把真的是 看了觉得有点感动 觉得他们真的打得太好了 在一般玩家可能 比如说AA在这种turns 可能就all in了 或是什么 这边Adams 他打了all in 我们的Niche在reverse 选择check 然后被all in了64万 那这边Adams非常希望Niche 手上是AK的这样的组合的牌 AK就 就一定是闪不掉了 那你这QQ 真的是算是开出来的结构 这个牌没有 少输这32个大忙 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Niche应该不会跟住吧 因为Niche本身他打得很松 那打得很松的人都会觉得对手在偷击 嗯 我觉得这把已经把底池控制得很好 控制得非常好 对 这把牌在任何人的情况下都会输得更多 就是看他能不能来一个good flow 他现在觉得对手会不会有一个A5A3的铜花 抵抗一个4B 然后在River 选择一个bluff A3A5铜花之类的 A3A5铜花之类的 那他 哦 啊 他在这盒牌 没有 没有盖出 对方 10拿AA 有点可惜 前面打得很漂亮 River盖掉就好了 好可惜 这么 一般Live他2万5美金买路的比赛 他会打超过这个就没有看见过了 那当然就是全世界打好可赛的女生也比较少 啊对 那现在也有看见 Kristen Bicknell跟Maria Ho都打得多一点 啊对对 那这边我们看见 Chunk Away加1的Richard Young拿A10的牌 加注到4万5千的几分牌 那里Cutoff Niche K圈 跟注4万5千 有一些比较紧的玩家 这边可能K圈 面对前卫加注会选择盖牌 可是其实这边跟注其实是还OK的 那Huxton这边拿到了一对9 然后我们看见 大猫的Greenwood 这里有AK的牌 所以大家的牌力都挺强的 Huxton 这边30个大猫 我觉得会是个直接O-in 如果现在刚刚A8 都可以直接O-in的话 呃 这30个大猫 99算是非常大的牌力 我觉得他可能会直接O-in 那Greenwood 就不用讲了 S-King 冤家牌 那这里Huxton 确实O-in了 六三万七千几分牌 这边Greenwood 也肯定 不会放弃他的AK 那现在 A跟K的奥斯 被拿走了2张 所以 Greenwood的胜率可能 没有实际上来得这么高 那我还没有看见这些职演玩家 Fold out AK 对 翻牌起来 没有 这是在那个EPT 台湾的时候 我是全场的Chip Leader 然后我有大概120个大猫 然后 我也是在一个High Jack 拿一个S-King Open 被小猫3B 我4B 5B 就秒跟了 就遇到KK 然后就输到變60个大猫 之后又撞了一把 变短 其实有时候就是真的是 闪不掉啦 就还是要上 那如果那一把 其实 那一把在筹码很深的状况之下 如果我是很前位夹住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跟住 我可能不一定是4B 因为会 因为你的夹住位置不一样 对手3B你的范围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越前面 对手3B我就会打得越小心 那位置如果比较后面的话 那就 无法避免 那这边看见暂时 阿里波特的Huxton 领先 那这类核牌 Granwood需要击中 任何A跟K 才可以拿下底池 只剩下4张了 那这里两位玩家 击分牌几乎一样的情况下 有可能我们Granwood已经被淘汰了 小龙大师 小龙大师 在最后的房子中 帽子 会被淘汰成家 我可以赞 多了 接更 그냥 直接 到最后的小龙大师 由于 以新潟 操受